只要帮忙做一顿饭 就能得到万元酬金 可厨师一刀砍下去 砧板上的肉却怎么也切不断 而更奇怪的是 什么样的宴会会摆在晚上呢 阿福和阿明是一对好哥们儿 这天啊 两人因为在厨房偷偷赌钱 被老板一气之下炒了鱿鱼 回到家 阿福就梦到已过世的老爸 老爸在梦里叙叙叨叨 劝阿福不要老是偷懒 他再这样被炒鱿鱼就要被饿死了 阿福是烦得不得了 正准备反驳 父亲却接着说自己有个朋友王博 今晚就会来找阿福并嘱咐他 不管王博让他帮什么忙 他都一定要答应 做完会有好处给他 醒来后果然有人敲门 来人是一个老头 开口就要找阿福老爸 原来他就是老爸的好友王博 以前老爸答应过王博 他娶儿媳妇的时候 会为他做一顿喜宴 正好阿福也是个厨师 既然现在他老爸死了 那就只好由阿福来代劳了 起初阿福不太乐意 但看着王博掏出的大把定金 阿福立刻就应承了下来 并约好 第二天晚上阿福去夏夏村 为他们做晚宴 第二天阿福就用定金 把昨天欠下的赌债还了 并跟好哥们阿明说了这件事 阿明一听这个地名 就觉得有点邪门 夏夏村在粤语里 跟夏夏签发音很像 他总觉得不太吉利 但既然有钱赚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快两人便出发赶去夏夏村 可当他们说要在夏夏村下车的时候 车上的乘客都用奇怪的眼光打亮着他们 司机甚至连钱都不收了 直接让他们俩下了车 两人还以为是自己捡了便宜 在路口他们看到一块夏夏村的路牌 二人继续顺着小路往里走 可很快又走到了那块路牌旁 反复走了好几次 结果都是回到了路牌边 他们竟然一直在原地打圈 折腾一番两人终于来到王伯家 可本该热闹的婚宴上却一个人都没有 甚至还有些阴森 两人越想越恐怖 这时一只手搭在了阿福肩上 原来是王伯 阿福问王伯客人们都去哪了 王伯却说客人就在他身后呀 两人转头一看 刚才还空荡荡的院子 突然出现了一大堆的客人 新郎新娘还在向他们打着招呼 婚宴就快要开始了 王伯立即带着他们去厨房 一进去却发现厨房十分脏乱 仿佛好久没用过一样 王伯解释说 这个厨房只有在大喜的日子才会用 久了没用就落灰了 说着将厨房交给二人就离开了 阿福让阿明去屋外打水 阿明却被打牌的客人吸引了 但他发现这些牌上居然没有花纹 另一边 厨房的阿福也遇到了难题 明明他已经把鸡头切了下来 可是一转眼 鸡头又回到了鸡身上 切好的萝卜自己就进了锅里 两人越呆越觉得不对劲 可是为了收到剩下的钱 两人只好硬着头皮把饭做好 可做完饭后 王伯非要二人留下来一起吃 大家都热情的为他们夹菜 两人吓得冷汗都要下来了 钱也不敢要了 撒鸭子就跑出村外 正好一辆公交车路过 二人赶紧上车逃走 司机恰好是之前载他们来的那位 他跟二人说起下下村的来历 原来下下村的人早就已经死光了 二人听完一阵后怕他们怀疑收到的钱都是明币 因此不敢花出去 为了试验钱是真是假 两人去店里吃了一碗面 吃完塞给服务员一千块 撒鸭子就跑 服务员还以为两人傻了 晚上二人躺在屋里坠坠不安 害怕因为这笔钱遭到报应 突然敲门声响起 小心的打开门 门外却没有人 刚回头 王伯却已经坐在了屋里 他问二人为什么急着离开 他还没付余款给他们的 二人一听连忙白手 他们可不敢要死人的钱 王伯执意要给报酬 说着便把余款放在桌子上 临走的时候还说 下个月他要做大寿 问二人有没有空 二人吓得连连拒绝 说自己没空 这时阿福去世的父亲出现在身后 既然他没空 那父亲就从下面回来帮他的忙咯 故事结束 经验出自奇幻港片 不可思议星期二 讲述男子因好吃懒做 被鬼魂戏弄的奇幻故事 阿福的父亲和王伯之所以这样 也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让他明白 世间没有免费的宴席 好事也不会主动降落到我们的头上 当有机会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努力 如果人人都偷懒 不去创造 那财富该从何而来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